你觉得什么是发达国家 如果是十年前呢 那定义应该是气派的机场 八车道的高速 高楼大厦 以及满街的豪车 但随着我走过的国家 以及所见所感越来越多 慢慢的觉得表面的东西真的不算什么 这就好像看一个人穿着光鲜亮丽 并不代表他真正的富有 应该从后往前倒推着看 看最底层的情况 看未弱者的付出 看所有细节的付出 以及对未来的付出 我觉得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 不应该看强者的高度 而是弱者的地位 就好比在美国或者澳洲 八四道战后会测轻车身 方便老人和残疾人上下车 在日本的地铁 车门是刻有盲文的 方便告知盲人所在的车厢位置 在往小的时候 买品药都是有盲文的 这些就是对微弱者的细节付出 虽是让这个社会的强者为弱者买单 这也正是说到做到的 真正的倾向全面小康的态度 不是吗 老人也曾经为这个社会 无限的奉献过 残疾人也一样 有其他方面的奉献 他们应该得到平等的照顾和对待 这是包容 是无私 是奉献 是一种人文素质 在日本和迪拜 我亲自的体会过一些小事 那就是问路 人家是真的很有耐心的 为你讲解这个路怎么走 甚至他会直接带我到这个目的地 或者说能看到这个目的地的地方 这是让我真正能够切身体会的 在迪拜 女士和孩子的车厢是不可能会出现一味难事的 大家都非常的自觉 当然这些包容意味着成本的收益完全不成正比 是一种人文关怀 越包容越发达 越人道就会越受人追捧 越开放就会有越多的精英人才汇聚 良性循环创造的是更多的价值 有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 如果小事都能考虑的那么周全 大事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对吗 所以反之过度追求经济效益 由弱者为强者买单 则是一种压迫 管得越宽越叛逆 如同青春期的孩子 这第二点 为细节付出 注重细节品质 不在乎表面的外表 是发达国家的一个贡献 之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让我至今尽得 它是讲述德国的一个小城市 叫伯特罗普 那个地方总人口只有12万左右 有两所大学70多名的教授 大学的建筑 防保节能 但建造成本是非常高的 面对如此不经济的方案 但是投资人的回答很简单 他说这就是未来 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 只斤斤计较眼前的经济利益 只愿意为廉价的服务和商务买单 不愿意做长期的规划和投资 那么这个国家呢 大概率是很难从发展中国家 升级到发达国家 越优越的基础设施只是一个起点 社会福利 人文素养 教育投入 才是发达国家真正的根本 你觉得呢